我是演员张冰冰 我在斯腾这部戏中 饰演的是秦放 在拍这个戏之前 首先去读了一下原著 觉得这个角色非常有意思 无论是从表演上 还是从演员的心理上 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 还挺喜欢这个角色的 其实本人不是他那种性格 所以在演他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挑战 压力肯定会有 但是心中会更多一点 松开我 比较像个地方 我认为是比较执着 比较重心中意 他的从一而终 对从一而终的这种爱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 秦放生的东西 和外伙 然后你那个 着急的那个心情 其实已经在他抱的过程中 已经出版下来 秦放与斯特的情感 关系 又甜又虐吧 我觉得斯藤和秦放 比较像的一点 我觉得是重情中意 然后非常善良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契合点 无论你是人还是义足 只要你是斯藤就可以 本来他这个话说 秦放你果然记得 我是听到这句话说的 尽管他做了很多 很厉害的事情 但是从秦放的视角 看下去 还是一个小女生 写着秦放爱上的那个意义 我给他撑着撑着撑着自己在那 就这么睡着了 香格里拉 大理西窗版大 横店 武器 基本上云南都转店了 然后又来到江苏 又来到浙江 尤其是在香格里拉 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 这么高务员的一个地方 经常高反 喝那个高反药 然后再开幕 记得有一天晚上 特别逗 我就在人家睡着睡着 突然就喘不上气来了 我都不能呼吸一口顺畅的气 当天我就和我的助理 就说赶紧送我去 因为我怕你想第二天的拍戏 花了两个小 觉得氧气 回来就好了 在这个地方 绕我一下这段身份 景是真的美 在香格里拉 在很多地方人导的时候 都不知道 怎么去包装 后来来了无锡之后 果然间看到了一个 可以加热的那种内衣 然后买回来 试了一下 真的是非常闹 然后就在现场嘚瑟 太热了 只有一件小毛衣而已 让别人看傻了 有一场戏呢 就是我跟自从出色相遇 我跟自从出色相遇 我跟自从出色相遇 都发了一场戏 都发了一场戏